今日话题 由历程贸易赞助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红葱酱 咖喱炒酱 给您家的美味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如果你要是Taylor Swift的歌迷的话 你大概一定知道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有个事发生了 这个就是Ticketmaster他们宣布暂停售票了 这个事到底怎么来的 前因后果以及影响有多大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是说停止售谁的票呢 停止售Taylor Swift 他要在明年3月份开始到8月份 长达5个月在美国的20个城市 要举行一次巡回的现场演唱会 那么这个现场演唱会呢 一共是刚才说了几十场呢 要进行光是我们洛杉矶就那个Sofar吧 这个是那个体育馆 体育场 可以容纳大概七万多人 就要举行五场比赛 好了 不是比赛 演唱 对 演唱 对 你的脑子里全想的世界 对 那好了 他为什么要停止出售了呢 原因是出售的太火了 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啊 预售的时候 居然创下这么个记录 说是24小时之内 卖出去200万张票 以至于整个的订票系统 多次出现故障 出现当机 然后很多人在网上等候了数小时 结果最后空手而回 大家抱怨不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Tik Messenger说不行 我们先暂停售票 然后再看看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现在这个供需关系 和票价上涨的问题 Taylor Swift是当今 还活着的 应该不夸张的说 是一个乡村和流行音乐的 一个巨星啊 他的这个巨星呢 表现在 首先他是这个创作型的歌手 就是他唱的绝大多数歌 是他自己写的 同时他的表演的才能 他的歌声啊 他的吉他啊 他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啊 什么这方面 也是相当的令人折服 再加上 对他很加分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长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在 这个种种的因素之下呢 Ticketmaster是一个 专门卖票的平台 他们没有经历过 还活着的第二个革星 能把票卖到这个程度 现在 真的没办法 确实是他太厉害了 他上一次开音乐会是2018年 那后来大家知道发生疫情嘛 对 所以好像这些歌迷都被憋住了 一样 结果当一宣布的时候 那一秒钟就啪的一下就爆发了 本来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歌星 开个音乐会 卖个票 很多人想买 结果当机 这个就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事 你当机你修一修 对不对 再回来就算了 怎么就变成了美国国会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调查呢 这个事怎么就惊动了拜登呢 这个事怎么就 让大家觉得Taylor Swift 似乎也负一点责任呢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就怎么涉及到了 卖票的网站 他们有所谓垄断之嫌呢 怎么就会有人说Taylor Swift 黑心赚钱呢 等等 这怎么回事啊 而且现在这事大了 大到什么时候 国会出手 然后接下来 这个Taylor Master 这个网站 这个平台 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都是一回事了 可能要打掉它了 可能要把它拆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而且这种平台 它在卖票的时候 它有哪一些牟利的做法 这些做法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打击跟它竞争的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些平台 反正呢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个程度 人们已经不再 在那个门口派对买票了 那个年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个可怕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Taylor Master上卖票 当你把这个票一宣布开卖 你这个闸门一打开啊 突然出现有叫做机器人买票 有一些人啊 你说他骇客也好 或者是他们很懂电脑的人 他能在两三秒钟之内 狂买几万张 全都是机器人 假的 哗哗都收来了 音乐会就能那些人站着的也好 坐着也好 当我收来了以后 我在另外的一个平台 另外两个平台 三个平台 我在转卖 你知道为什么这事变大了 当Taylor Master关闭了以后 几秒钟之后 Taylor Swift的票 出现在其他那些网站上面 最高的时候 像什么Stop Hub这种 买二手票的 三万两千块钱一张票 炒到了三万两千块钱 买一张音乐会的票 马上人们就开玩笑说 Taylor Swift的票 只有一个人买得起 就是Taylor Swift 你自己买你自己的票 你自己给你自己演唱算了 谁买起啊 三万两千块钱 所以你看这个背景了解之后 我们就看看Taylor Master 他是怎么干的 刚才说的这个机器人呢 等于是一些黄牛票的贩子 他们看到这里头有利可图 他们看到其实有叫做 二手票的市场 于是呢 他们就开始蒙买票 买了票以后 转手这不就发财吗 转手什么三万二 我看前两天是两万八 他现在那个对供不应求的一些票呢 他使用一种这个定价系统 叫做动态定价系统 他没有一个确定的票价 他说我现在可能是四百块钱一张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需求很很大 但是供应票就这么多的话 他这个四百块就浮动了 向上浮动了 变五百变六百变八百都有可能 那卖的越贵 对这个就是Taylor Master也好 对那个歌手也好 他们都有分成的 他们都是靠票卖出去以后 百分多少给Taylor Master 百分多少给这个歌手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系统呢 对歌手是有利的 就是动态定价系统 以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 专门讲过这个情况 当时我们今天讲的是 Bruce Springsteen的一个演唱 也是弄了一个这个情况 也是这种 然后那个超级杯也是这样 超级杯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票一票难求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些二手票的贩子呢 他们就用一种特殊的 刚才说的那种机器人 或者就是购票软体 就是购票软体吧 他就进去以后蒙抢票 他这一抢不要紧 他不是一个票贩子 他是很多票贩子 当然 每个人都去抢去 我看网站 我看这个报道是说 好像一下子几秒钟之内 涌进来上亿个 想要买票的人 那你想可不把他那个整个的系统 就给等于是整个就当机了 冲垮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 应对这么多的这个票 的这个处理的情况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现在人们就说了 这个是怪 Ticketmaster 你知道五年 这个这是Swift的第一次 举行这个巡回演唱会 你知道票很贵 你知道票很难买 那你就要想想办法 要断绝这些黄牛票的 这个念想才可以啊 你让黄牛票 有一个活跃的二手 这个市场的话 他们那肯定是要扰乱市场的 他们肯定是要让一般的歌迷 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这个票啊 同时这扯出来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Live Nation 这个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呢 也跟Ticketmaster 因为他们合并了嘛 对 2010年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来制造了这一次事故 当然不是故意制造 但是他们没有能够避免这个事故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原因 大家可以问说 我们买飞机票 怎么没有这个情况啊 对不对 没有说有一个机器人 一下把一个飞机 三百多万票全买了 谁要买这飞机票 都得向我买 很简单啊 买飞机票的时候 那个叫实名购买啊 对 那个你什么叫什么名字 你的什么信用卡 是什么 就是说那都是一个 特别没有很难造假的 这么一个情况 但我也不知道 说真的想造假 也许可以啊 但是反正现在国会就提出来 就是说是有办法回避的 你也知道有某种办法回避 你故意选择不回避 那我现在国会就要调查你 看看你有没有为了牟利而伤害 因为现在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诈欺消费者 或者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 这些消费者本身 那是等了什么 就说什么十个小时 什么八个小时 那些人也在告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是Taylor Swift 他这个巡回演唱会卖票风波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到达顶点了 最后Ticketmaster只好宣布说暂时先停止卖票了 商量出个办法来再说 在目前到目前为止呢 大概一共有两万四千名 这个叫做歌迷也好 或者说是二手票贩子也好 他们买到了票 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苦等 十个小时八个小时 结果买不到票 所以大家怨气很大 都在骂这个Ticketmaster 说他们有不公平的这个垄断行为 你说他确实有垄断行为吗 他确实在这个卖票这方面呢 大概算是龙头老大的地位 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 他卖出的票大概是四万八千五百万张 四亿八千五百万张 那么2010年的时候 他和一个做现场活动的公司 叫做Live Nation合并了 当时司法部就因为收到很多的投诉 说是他们两家如果合并 一个办现场的活动 一个卖票 这他们把整个的行业全部给垄断了 这不行啊 后来这个司法部还进行了一番调查 最后还是批准他们合并 但是呢要求他们出售一些业务 同时呢要求他们在签合约的时候 有一个条款 就是你不许对你的竞争对手 进行打击报复 所谓的进行打击报复就是 如果你办现场演唱会 人家这个体育馆 如果人家这个体育场说 我不想把票给Ticketmaster卖 我想给另外的一家公司卖 那你不需以后对他报复 说好你既然这样的话 以后我再办活动我不找你了 我再办活动我怎么怎么给你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和卡你脖子 不许这样做 但是现在看来很多人在抱怨说 这条这个条文啊 这项规定啊 等于是形同虚设 对这就是问题 就是当时呢司法部说 我们联邦政府批准你这个合并的时候呢 是下面有这些条款 你都签了字了 一转头你违反了 2019年就调查了 这时候还没有Taylor Swift演唱会呢 就已经调查 这个调查是在这个演唱会之前发生的呀 而且真的发现了有证据 就是他们有严重的违反当时说好的这些条款的这种行为 所以给了他一个五年的观察 还给他续了五年 但是观察 我们想啊 这个就是叫做三加一啊 就是或者三合一 有这么一个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他下面签了不知道多少个艺人啊 但是Taylor Swift不是 正巧了这次 Taylor Swift另外一家公司 但是另外这家公司跟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合作 就是他们签了很多的艺人 然后我签了这个艺人 这个艺人 任何人要扮演唱会不得通过我吗 因为我跟你签约了 那么如果两家没合并 那么我不是就得去找Ticketmaster跟谈吗 对不对 请你帮我卖票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分呢 等等 现在这两家合并成一家了 好了 这两点搞定了 不要忘了Ticketmaster它除了卖票以外 它跟很多大型的演唱会的场馆 是有密切的合约关系的 得了 这三全搞定了 嗯 这个三个全合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从订票的价钱 到选择演出的日期 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说那个电影 什么什么推出来 排档啊 什么排期什么这个 是很关键的 对 到圣诞节你那电影我就不给你拍 怎么着 我这电影院 比如哈 我这排满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背后有很多黑的东西 到最后全部的目的就是一个 就是让消费者没得挑 对不对 我这三个全联成一线了 我让你没得挑 看前段时间我们讲的那个Random House 和Simon Shuster不是合并 这两家图示商批准了 还没批准的吧 被拒绝了 对啊被拒绝了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啊 就是不行 因为两个太大的公司合并在一起 绝对是老百姓受损了 对 那其他的输商别干了 别活了 对 要价钱弄不下来 要谈那个作者的那个 就是版权 版税的问题 也谈不下来 人家财大气出 一下就把你压垮了 所以呢 最后司法部没同意 就是说是不行 那现在呢 这个问题就这样子了 这个Tik Messenger恐怕还是现在又要开始进行调查了 国会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议员都对这个事情呢提出来说是是不是有垄断市场的行为啊等等啊 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啊等等 所以在进行调查原来提出来的就是2010年 修改这个条款里边的一些规定 什么事情你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 恐怕都要有具体的规定 那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规范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唱会 不管是卖票也好 是现场的演唱会也好 这个整个的现场的情况 我现在就要拿到这边 那吧 不是 因为这个 我们就要拿到这种